大肠癌已经是目前国人十大癌症的第一名 罹患的人数近年也越来越多 花莲茨基医院就特别举办了病友会 为民众解答疑问 经由刘卫义雷医师的一个介绍 才知道说原来他跟胃溃疡跟胃癌 有存在的这种一个相互的一个因果关系 所以我自己也很兴趣 就是说能够来到这边 就是说知道我有油门感觉 然后也能够把它做一个移除 油门感觉与潮味道疾病息息相关 因此做检查很重要 但痛胃疾也是许多病患不喜欢的过程 花莲茨院就在民国95年 改良来自日本的精笔胃疾技术 希望减缓患者的不适 那这个精笔胃疾的好处就是说 他没有经过嘴巴 那病人没有呕吐反射 病人在接受这个检查的时候 他除了不会痛以外 他也不需要麻醉 那他不会有呕吐反射 所以病患的满意度九成五以上 常见的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等等 更是癌症的前身 医师也提醒定期的身体检查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避免发炎症状更恶化 大家新闻真上本志工陈荣卿 花莲报道